好,复旦的哲学小王子,或者叫哲学王子吧,也别小了吧,这个都老前辈,甚至像我这种农民工,我连老前辈都不能称人家,距离太远了嘛 他讲了一些个东西呢,虽然是这个中某样的一个高位的人,我们还是可以分析一下,他讲的家庭教育非常重要 孩子得到教育的第一步,第一不要腻癌,第二树立榜样,萌衣养政是中国教育的一开始就要设定的目标 养政的第一件事情,发生在家庭,发生在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当中,在家庭里面可以养政也可以养邪 就看父母怎么做人,父母怎么做人,就形成一个我们今天讲的加分 加分对孩子的影响是长远的,那就像我们中国老百姓通常的俗话 如果这个人道德凭借有问题的话,没家教,马上就推到他父母头上去了 这个推是有道理的,就你开始做父母了 你又不可能像西方的那样,在一种西方的这个文化观念当中说 就尊重孩子,他是独立的人格,表面上的形式平等,尊重是没有意义的 孩子需要被指导,而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平等对话的对话者 哪有这种事,一开始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对待,这是不现实的 所以父母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论 这个责论不是说让你的孩子在学习成绩上更好 真正的责论是让他在精神上健康成长 就是孩子那句话,作为人称其为人 那么这件事情是父母不可推卸的,他是孩子得到教育的第一步 这一步呢,不是说教 第一,不要溺爱 第二,树立榜样 在孩子面前树立榜样,要检查自己的 我们为人父母的身上都会有毛病,这也很正常的 那么社会有毛病那么多 每个父母都会在栏上,在家庭生活中 在亲人之间的交流当中都会体现出来 包括父母对自己的父母的关系 自己的孩子也看着 所以这些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 我们希望有好的潜移木画 不要有不好的潜移木画 王文峰这套解释呢 似乎呢,他的原话是说的啊 说这个,平等的,这个表面的平等 是这个表面的这个尊重 平等 这个原话我忘了 意思大概就是虚伪 啊,那你西方人的那种平等啊 独立啊,尊重独立人格 他虚伪,假的 是吧,哪有这回事 作为父母那是你的责任 一定要知道,他讲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呢,这样的说法呢 我同意一点点 啊,但我说 我要说的事是 你这么自信父母就 啊,就能可以知道 他是怎么回事吗 就是,就是父母 能获得自由意志吗 如果父母能可以获得自由意志 那自我勘察呀 什么觉醒啊 发现自己有问题 如果不是这样呢 那问题又在哪里 那要找父母和父母的问题吗 这要再找他爹娘的问题吗 啊,实际上我要说 人,绝大部分是受社会影响的产物 啊,这个自由意志啊 在有的环境里 他就是难产生啊 他每个人的人性 人格 是这个社会的群体 富裕的啊 是这个社会群体的一种表现 有一种社会啊 比如说原始森林一样 没有人和人没有交集 他也许就是每个人的人性 它是一个各自的一种自然的表现啊 其实说这么复杂有什么用吗 是吧 比如说这个苏联的 那个 那什么旗什么旗 不就是到了漂亮国创 创造了一个骨骼吗 那个南非的什么什么 啊,什么什么马斯克 不就跑到漂亮国去创造了一个 啊,这么多的公司吗 那个宁波的 叫什么什么黄仲勋 是吧 不就是 是今年最新加入了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啊 啊 就是这个 做CPU的 那公司叫什么玩啊 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吧 他说明是什么呢 是吧 他 从事实上说明了你说中国人的这种教育孩子的传统 说 别搞那个虚 虚头巴马脑的东西 你就要有责任指导他 说明了你这套不行 你指导出来谁了 是吧 啊 你指导出来那些个人 我就没办法说 是吧 我说完了 也等于就没有了 是吧 没办法讲 啊 所以说这个王教授讲这套东西 不值得一提啊 根本就不对 啊,我不认同 有的环境下讲这个倒行 是吧 他讲的这套东西 你是一个原始社会 啊,自然社会 讲这套可以 啊,所以你得 啊 你得这个 啊 家教 你的孩子 必须有家教 都是你父母的这个问题 是吧 啊 我说就南居北直 都是土壤的问题 啊 你要不用说 你到一个天堂国啊 你说人类他实在也没有天堂国啊 啊,就说这个 比较好的这个 啊 8480兄弟你好啊 啊 好久不见了 啊 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吧 那可能谈这套东西 也许行了 知道吧 在有的地方 那就是不行 啊 人是 不是没有家教的问题 人是 人是被社教的问题 是吧 他不是说你这个人们没家教 他不是 他是社教的产物 你希望的那个自由 人 自由意志的家教 呃 是因为被别的东西取代了 呃 被一种啊 秦制的教育取代了而已 你父母 你等你 你王教授 你说这些个父母 啊 就这么厉害啊 就可以这个 可以超越秦制啊 想都别想了是吧 恐怕十辈子 十代人 挪在一起是吧 十代人压缩成一代人了 超越这个东西 恐怕都超越不了啊 不让说超越不超越的问题 恐怕连掺都掺不透的一个问题 看都看不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的一个问题 啊 如果这些父母可以挣脱秦制的 呃这个束缚 讲这套东西可以 这些个父母他根本就不知道被秦制束缚住了 是吧 因为我西华社的那个记者说的话被傻逼住了 那所以说这个王教授讲的这个问题 啊 是要掩盖这个根本的问题 用一个假问题掩盖的真问题 那我们还得要去要找到真问题解决这问题 嗯 那么 是啊